前世间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看到之后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 究竟该同情他们还是指责他们 接下来就是这么样一个故事 发生在澳洲 这是因为妈妈她连生了两个孩子 而且孩子都夭折之后 她知道自己有限天性的缺陷 本不应该继续再生孩子 但她坚持要生 而且透过了试管婴儿 别人捐赠的精子 她终于得到一个健康的小孩 但中间冒了很大的风险 生了孩子之后 故事还没有结束 她决定要寻找这个捐赠精子的生父 理由是太爱这个孩子 她觉得要为孩子组织一个家庭 这个情况也是认为 很多人觉得应该避免 因为生父并不希望 负担一个家庭的责任 而生母也不知道 生父本身是不是有另外的家庭 跑去破坏人家家庭 这也是一个相当自私的行为 但这位妈妈还是一人而然去做了 终于找到了这位生父 而生父竟然已经有四个孩子 但她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配偶 于是双方结合之后 既然这名捐赠精子的生父 跟这名母亲也是情投意合 双方重新组合一个家庭 于是这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了 这究竟是一个凄美令人感动的故事 还是代表他们双方当时的 对于自身的生活 显然有很多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的 这故事经过澳洲的报道之后 你来看看你会做什么样的评价 这是一段宛如神话的爱情故事 住在澳洲墨尔本的雅米娜 是一名精子受赠者 而住在维多利亚的史考特 则是捐赠者 两人原本不可能见面 但是命运的安排 却让他们相视相恋 故事要从2004年讲起 雅米娜在伦敦认识了杰克 两人醉入爱河 结婚后没多久雅米娜怀孕了 就在满心欢喜准备当妈妈之际 没想到儿子马龙 病患了罕见疾病 一生下来就全身松软无力 14个星期之后不幸夭折 丧止之痛让人无法承受 先生也因此离开她 离婚后的雅米娜 回到故乡澳洲不久后 又认识了男友塞门 雅米娜最度怀孕 让她又揽起当母亲的希望 当亚米娜认为一切顺利时 意外再度降临 在第二个男孩诞生的那一瞬间 她知道老天又跟她开了个玩笑 发生在第一个小孩身上的二疾 居然又发生在第二个小孩身上 这绝对不是巧合 医生表示这是称为 肌小管病变的罕见疾病 因为肌肉的蛋白质形成不良 造成肌肉萎缩及呼吸衰竭 通常只会发生在男婴身上 而且是母亲的基因缺陷造成 尽管如此 雅米娜还是把小儿子带回家 并取名为路易斯 就在路易斯努力为生命奋斗的时候 雅米娜的男友却决定和她分手 更令她伤心的是 小路易斯在一岁两个月大的时候 也告别人是 受到双重打击的雅米娜 经常在午夜梦回时 思念与自己无缘的两个儿子 索性丧止之痛 并没有让雅米娜就此一蹶不振 因为当母亲的欲望太强烈 于是在妈妈的建议之下 雅米娜决定做试管婴儿 雅米娜仔细筛选是管婴儿机构提供的捐赠者资料 有四个小孩从事诺农业的史考特 走进了她的生命 而对史考特来说 捐赠精子和捐血一样 是在帮助他人 雅米娜第三度怀孕 让她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不过再知道这次怀的是女孩 让她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女婴顺利出生取名为丽雅 但有一半吸引度 黑人鞋同的雅米娜则亚裔 小女婴的位表为何与她如此不同 雅米娜开始对丽雅父亲的身份感到好奇 加上自己是妈妈担心抚养长大 也不希望女儿没有爸爸 决定找寻金子捐赠者 雅米娜和母亲先利用手头上 关于捐赠者的有限资料 在网路上搜索 透过社群网路雅米娜锁定 史考特可能是丽雅的父亲 然后向作试管婴额的医疗机构 申请和捐赠者联络 获得史考特同意 经过几封电邮通信后 终于见面了 不仅史考特高兴和丽雅相认 她的四个小孩 也对多了一个妹妹感到兴奋 虽然史考特当时 决定有交往对象 但仍经常和雅米娜母女见面 史考特的女友 无法接受这个情况 决定离开她 就在这个时候 雅米娜和史考特日久深情 彼此爱上了对方 接纳了雅米娜母女 雅米娜也融入了 史考特的大家庭 对雅米娜来说 老天带走了她两个小儿子 却给了她一个漂亮的女儿 更因为这段转折的际遇 找到了一生中的真爱 我看不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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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样 一个亲密的伴侣 and who who gets that who gets to have that from from the kind of ruins of what went before i don't know feels amazing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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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